巴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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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第二轮的第二场 郑一鸣终于发出了提携 他要挑战的歌手是肖靖腾 老实说肖靖腾虽然有颜值有唱功 但他的曲风是比较单一的 改编的歌曲也都是飙高音 这一场比赛中 他改编的纯金打照 并没有赋予歌曲什么感情 最终拿到了第六名 反观张一鸣呢 是一位很走心的歌手 在中国最强音时期 我们就领教过 他翻唱的也许明天 当爱已成往事 黑色幽默都很有味道 这一次做客歌手 很多网友对他寄予了厚望 值得一提的是 张一鸣开唱之前 专业歌手爱一良是这样评价搭的 很厉害魔王型的 他是那种撕心裂肺型的 就是你不唱的他都会唱 然后他的声音是那种 裂到穿透云霄的那种 悲痛感很强 很有男子气概的歌喉 可以看得出 爱一良给予了 曾一鸣极高的评价 而这番话呢 一点都没有吹嘘的成分 曾一鸣确实很优秀 于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么优秀的歌手 以181比308票 惨败给肖敬鹏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曾一鸣没有老敲的人气 而这一首第一滴眼泪 也没有发挥出他的特长 只不过经过这一番采败后 曾一鸣有点对唱歌失望了 如果因为一档中意 就让话语乐坛 损失一位实力唱将的话 这是不是挺悲哀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